花蓮县警察局17号在花蓮县府二楼简报室召开了扫黑速毒抓药犯 捍卫治安绝无妥协的记者会 而这次犯罪案件共查弃了11名犯贤 同时花蓮县长徐真卫也颁发了铺案奖金 以杜贤为首的暴力犯罪集团 平日耗勇斗狠 经常无故纠纵、辞泻、殴打、被害人 导致被害人伤重送医 行径相当嚣张 而以黄贤为首的大麻栽种场 则是企图以偏乡农地掩护栽种大麻 并伺机徒利 经警方多日收证、埋伏跟监、逮捕杜贤等11人道案 那这次犯案是由我们花蓮县地检署 指挥我们行大、凤林、花蓮以及吉安分局所成的犯案小组 那总共期货的嫌换总计有11人 以及相关的张政务 尤其花蓮县是属于官方大县 我们徐正位县长一向重视治安 研办行大政参队在之前有接获一个宣报 在寿丰地区一个农地 发现有民众以农地来掩饰一个大麻种植的一个光场案件 那本局破报之后马上乔装成那个农民 等到实际成熟我们就在2月15日星期三发动一个具体搜索的一个行动 那也查获一个相关协判级扣到六株大麻一个活株的部分 花蓮县长徐正位也特别重视扫黑、打炸、弃毒、束枪等自然工作 列为施政的重要一环 得知警方破案后立即颁发未问金 鼓励警察同仁 而记者会当天也邀请了各校校长到场认识大麻活株 就其外观、气味等实际体验认识 请各校加强反毒宣导 共同宣示无毒校园 将毒品赶出校园 记者凌结花蓮市采访报道